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很多生子新词 西门拿出作业本来 我们来听写 拇指 骚痒 会晤 会晤 扭扣 扭扣 相貌 仓库 渺小 想乐 扭扣 爱增 拧螺丝 拧螺丝 同学们都写好了吗 现在请你对照着这些生词 冰镇 冰镇一下吧 冰镇 冰镇 和策子 1 冰镇 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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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课文的第四三段 课文的第四三段 写的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些就是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无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同学们 读一读这一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这一段中作者提到了三个人物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中间的关公就是三国时期的大将关羽 他的左右两边分别站立的是周苍和关平 这两人常伴他左右 就是他的左膀右臂 请同学们伸出手指看一看 这样的比喻好在哪里 这样的比喻既写出了中指高高的样子 像高大威武的关公 更表现出了三根手指的位置 聊聊几笔 那曲线优美 养尊处优的中指的形象 格外鲜活 富有趣味 请同学们带着想象 再来读一读这一段 我们再来读一读《无名指》 我们再来读一读《无名指》 《无名指》和《小指》 《无名指》 在这一段中有这样一个词语 《复庸》 《复庸》 《复庸》的意思是什么 通过查字典 我们知道 附庸的意思是 依附于其他事物 而存在的事物 为什么说 无名指和小指 是其他手指的附庸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句 请跟老师一起读 无名指多用于 盐脂粉 蘸药末 带戒指 小指的用处则更渺小 只是掏掏耳朵 抹抹鼻涕而已 从这一看出 无名指和小指的作用 的确不大 但作者也同时写到了 他们也有被重用的时候 在司主管弦上 他们的能力不让于别人 舞蹈演员的手指 不是常做 蓝花状吗 这两根手指 正是这朵蓝花中最优美的两半 虽然作者觉得 无名指和小指的作用 非常的薄弱 但也肯定了 他们在司主管弦式上的重要性 作者是真的喜欢 大拇指 食指和中指 不喜欢无名指和小指吗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最后一个字案段 开始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风子凯爷爷真不愧是语言大师 不仅生动风趣地描写了手指的姿态和作用 还给我们讲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五根手指的外形 作用各不相同 如果他们彼此孤立 谁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我想不仅手指要团结 我们生活在集体里 也需要心往一处想 静往一处使 这样集体的力量才能不断壮大 同学们分析的很有道理 所以作者说 手上的五指 我只觉得姿态与性格有如上的差异 却无爱增在其中 请同学们再读读最后一个字案段 边读边想一想这个道理 有点 sto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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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阅 转通 但四效�8晋近 订阅 系络的 chang庈 按针 集体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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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